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和大家分享林娇的演艺人生 林娇生于1922年10月25日 出于2009年10月30日 林娇的原名叫做林达胜 后来他做文武生的时候 改了名叫做林玉成 林娇有个外号,一般人称他做郊叔 他是香港粤语片的演员 同时也是电视剧的艺员 曾经参与很多粤粤剧、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出 林娇是广东的新会人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粤粤剧的北派戏班 那些武师就来到学师 后来就加入了戏班 他主公就是五军府 即是专门做一些兵、将、马夫之类的角色 而在日战时期 林娇也曾经当过军 当过兵 而且是做到军官这么厉害的 在1949年 林娇就由广州来到香港 在1950年 在1950年 凭着一次机会 去到片场探班的时候 被人赏识他的演出 在毫无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林娇就由接近四十尺这么高的地方 就翻了一个坑斗 而且还完毫无缺地站在地上 这一次这样的动作 这个事迹就马上令到他威震这个片场 随之而来的 在第二天就获邀丹江主演一部新片 《方刚女合》做主角 而这套片的女星 就是钱此银 推荐她做男主角 自此之后 林娇就平地一声雷 马上红起上来了 林娇一生之中 拍过的数目 就是那个片数目 相当之惊人 她一生之中曾经拍过六百多套电影 并且曾经创一个纪录 在一年之内拍了五十多套电影 在一九六七年 林娇就签约 就被这个邵氏公司 就当起这个国语电影的演员 林娇的晚年 更为人熟悉的 就是她在《处境喜剧》 《公司三文治》里面 飾演这个爷爷的角色 这个《公司三文治》 就是当年 《无线电视》《翡翠台》 在八点钟做的一套《处境喜剧》 另外在电影《表姐你好野》 林娇也饰演过一个退役的国民党军人 以及其后她在邓家的增产事件中 大爆昔日和王夏威的陈年厌史 这个邓家增产事件 就是说新马仔那家人增产那件事 除了电影以外 林娇在1950年代 也做过骑士 原来她是懂得骑马的 并且曾经在1955年 拆骑一只马 叫做《亨利爱坦》出赛的 另外她从1960年代开始 开办过一间学校 叫做《欲龙戏剧》学校 在这间学校里面 她的弟子分别有哪些弟子 原来是一些很出名的弟子 曾经在这间学校里 在这里学过艺的 有著名的武打演员 白彪、迪龙、邓江荣、陈冠泰、韩国才、韩二生、李思琦 那你说她的学校是否厉害呢 那导演阿尹东升 也曾经是这间学校的学生 另一方面 她又在1968年 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 武术训练班主任 其校邓江荣邀请临郊 服出拍摄一部电影叫做《家法》 另外一部电影叫做《旺角卡门》 此外 临郊也热冲于赛马 她曾经试过扮报纸 是什么报纸呢 就是讲马的报纸 她创办过马报 并且担任马平人 即是说她做一个马平人 在马报里面 1970年代 她更加和两个朋友 开设了一间赛马的投注公司 就帮这些马迷投注获利 林郊的晚年 就和陈小鹏、任大芬、奇玉坤等人 组成了鸾鱼堂 那这个堂呢 就帮香港八和会馆 就是八和会馆的八大组织之一 她另外也将她部分 在赛马活动之中 获得的分红 就用在这个慈善项目那里 比如说在1982年 就在广州 就以这个鸾鱼堂的名义 就兴建了一间老人院 在欣灵路永庆大厦堂 后来更加抗展服务 就给香港龙虎武师提供一个探亲之后 免费住宿福利 其后 随着她的子女移民之后 她一个人留在香港 她就过着一些独居的生活 她当时一个人独居在哪里独居呢 就在这个深水堡长沙环 这个海丽村 就是近住这个四小龙那里 在海丽村她就住在这个海瑞楼 一个单人的长者公屋单位里面 到了2009年10月30日 林郊被清洁工人发现 在这个海丽商场的厕所里面 就昏迷了 马上就送了她去名外医院急症室 但很可惜 去到医院之后就救不回 就这样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在世世之前就患有心脏病 可能她在厕所里面 因为心脏病发 就暈倒了 没人知道 所以是失救的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林郊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林郊的演艺人生 拜拜